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一次我們主辦的東京美顏社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 但是我感覺上覺得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外觀設計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巧妙天工 而且充滿設計感 然後感覺上讓自己覺得用了它以後 就好像自己都會變得很像貴婦一樣的一個產品 那這也是戴科他所新發表的一個 像AQMW這樣的一個系列 那其實呢這個設計呢就是 起來有些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設計家 那事實上呢 關於這次跟日本頂型美妝品牌戴科合作 馬仕爾表示喔 他說我使用的只有對於耀眼的白色 在明珍的設計上面呢 他表現出了前衛的本質跟優雅的實現 那麼加上呢對於生活的一個活躍的概念呢 並且仿佛使用這個植物啊 還有花朵去長出的 星期三的一個活躍來完成這次的作品 那因為我現在住在東京嘛 大家知道東京很乾燥啊 那對這個乾燥的環境裡面來講 對女生最重要就是保濕 那這個保養品最重要就是保濕 保濕性很好 就是除了用這些像用AQMW 或是用高科技保養品碗 還會吃一些什麼就是讓幾乎變好的東西嗎 就是大家會盡量去攝取口辣點就是膠原蛋白啊 比如說像韓國料理為什麼這麼受女生歡迎 因為它有那個生雞湯嘛 然後大家覺得只要喝了生雞湯我就可以變美 好 我覺得在保養這塊其實是很注重的 然後再來是化妝嘛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都會知道說妝要把它加進氧化 其實是讓它化所微一點或是怎樣 讓自己美一點 就像他們其實對於一些清潔步驟 或者對於一些卸妝的部分 就反而因為沒有太在意 然後就讓自己皮膚變不好 所以我想要請問小楊 就是你自己在選保養品的時候 你在二十世代的時候 就二十幾歲 跟你三十世代 三十幾歲的時候 你選保養品有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 二十五歲之前啊 大家皮膚都很好啊 怎麼非常都很好 那個時候其實你不用去花太多錢買貴的保養品 就是最重要是清潔吧 皮膚清潔乾淨就好 但是過了二十五歲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注重保濕 我不可能洗完臉之後 只塗個化妝水就會表示 我一定是從乳液 然後化妝水 美容液 面 就是面土 乳霜 然後每個禮拜可能還會花時間用 按摩油按摩臉啊 然後再用面膜膚也 就是這些步驟 我覺得其實都很重要 今天風險這一番色活動 請跟日本拿一個品牌 做合作 等一下 好 我要看 好 一二三 就是我要問說現在啊 就是我使用的保養品的品牌 名稱是什麼 很感謝今天參加Vulture跟戴科合作的活動 那還可以試用戴科的新產品AQMW 然後試用之後我很喜歡它的香味 然後有治癒的感覺這樣 感謝今天參加戴科跟Vulture的活動 吃到很好吃的東西 又用到很好用的保養品 那又見到很喜歡的作家 那今天就很運氣被抽中來參加這個活動 謝謝 好 今天非常謝謝Vulture跟戴科啊 舉辦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可以跟讀者做近距離的互動 然後讓他們更了解這個品牌 非常的開心 然後大家有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 謝謝戴科跟Vulture雜誌 過去我對他的印象啊 戴科是一個很貴很貴的專櫃的產品 那現在還是很貴 我最喜歡他這次的一個設計的瓶身 有一些雕花 白色的 那另外呢就是他的味道 超讚的 那種白痰味 這種是女人非常愛的味道 但是男人聞了也不會覺得太粉 甚至我覺得男生也可以用喔 所以我覺得 你在這邊也推薦給男性的朋友們 你可以用用看 如果你的意算夠的話 一定要使用 而且他的截鹽罩非常好用 用的絕對不會乾澀 而且味道會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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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